我们来介绍一下MAX里面的2D造型物件 这些通通是线条 那线条在MAX里面是算不出来的 我们先认识这些基本的造型 然后待会再看一下如何成型变成3D的一些指令 好 2D物件总共是这些 它分成标准还有延伸的这五个 好 那我们认识一下 好 MAX这边在2D物件是在这里 标准的位置在建立面板 这个是2D 那这3D 3D我们之前介绍过两种的 一个标准一个延伸的 那接着今天要介绍的是2D 2D里面有标准的这里有12个 然后延伸的会有5个 那中间这个是比较旧的功能 这个我们暂时不说 这个比较少会用 而且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有讲到在说 那么以标准的12个基本线条为主 然后还有延伸的 好 那这边为了方便大家学习 我都有把常用的一些基本物件的建构做成工具列 就在下面这个地方 那2D的造型物件呢就是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一行在这地方会被遮住 所以我先把3D的先关掉 那我先装下来 然后工具列的开关 你要把它关掉或打开的方式 就是在工具列空白处按滑鼠右键 有打勾的就是有打开的工具列 那下面写中文的就是我建构的 那3D物件这一行工具列关掉 所以刚才那一行就关掉了 那这个用不到的你也可以先关掉 在这里按右键2D物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留着 灯光与摄影机先用不到关掉 可能我们会用到天空光光追用器先留着 AEC建筑类的就是有关门窗建筑常用的一些门窗楼梯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关掉 然后为了节省空间把这个排在这里 这样只有一行而已 好 那我们介绍一下2D物件 那这一行我在点选的时候请对照一下 它该有的标准位置 好 那首先介绍第一个线 也就是这个线 那我们再画2D线条的时候 最好都是在正面的视图 不要再透视图 因为透视图会有空间的立体感 那待会画出来线条会有立体感 那个判断线条比较不准 好 那用上视图来画 这个上视图 上视图这里哦 这上视图就是你CAD进去那个黑色画面 就是上视图 余设CAD的画面上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画线的时候呢 画法 第一个点放点放点放是直线 好 那如果你画错了想退到上一个绘制顶点的位置 就按退回键 Enter上方有一个BaseBase键 退回键 可以退到上一个顶点的位置 好 那还可以继续画 好 然后画完之后 如果你想要绘制封闭路径 那回到绘制的圆点这里 点一下 它正测到两个点有碰到 问你要不要关起来 关起来就变封闭曲线 是 关闭 变封闭曲线 好 再一次 点放点放是直线 按住滑鼠拖曳 是曲线 好 结束指令按右键 再来 点放点放是直线 按住Shift 可以画出垂直水平线 好 回到原点点一下 要封闭就按4 这样是封闭路径 好 点放点放是直线 拖曳曲线 按退回键 可以退到上一个顶点 结束指令按滑鼠右键 OK 好 这个就是线条的基本的几个绘制方式 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 在画的过程 2014有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边画边平移 以前不行 以前在画图的过程 只要按中键平移 就会断掉 结线条的绘制 就结束线条的绘制 那如果你还在用2012以前的 好 就是会断掉 刚更正了 刚不是2014 是2013这个版本新增的 按中键可以边画边平移 这是很方便的功能 以前不行 以前旧的版本 边画的话 平移就会断掉 所以这个提醒一下 好 那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新增功能 好 线条的部分 就介绍到这边 那我现在把G网格关掉 这样线才会太复杂 好 按中键平移 挪到旁边 在这空白位置再继续介绍第二个 好 第二个是圆 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拖曳 这样就完成了 圆 那画完第一次在右边 建立面团右下角 这边会有参数 第一次会有参数 那右键结束之后呢 这边就不会有参数了 所以第二次以后 想要修改这个物件的参数 就要到修改面板 在这里才会有参数可以改 好 所以这个提醒一下 好 那圆只有半径而已 很简单 好 再来是虎 虎是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拖放点 Mass第一个动作都是 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拖曳 然后第一个定义虎的长度 再来拉出它的弧度 拖放点 拖放点 好 那虎决定的就是 这个圆的半径 然后虎的起始点跟终点 好 然后这边可以变成派形 然后这边可以反方向 好 这refer 这反方向 这要变立体的才会有差异性 好 那这个是派形 就变这样子 变这样子 好 这个是虎的参数 好 再来是正多边形 画出来是正的 正多边 好 第一个 它正多边由半径来定义 因为它是正的 所以是圆形的半径 然后边数最少三边最多很多 那很多边会变圆圆 然后你就用圆形去画就好 然后三边的话 在三个角落都是尖锐的 然后这个参数可以改变 它的圆弧造型 好 那这是圆形画 没有圆形画 好 所以这是虎角 然后你在调这个弧度的时候 尽量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呢 线会交叉 那交叉以后变成3D物件 会形成一些问题 所以在线条的绘制上 尽量避免交叉的现象 好 这个就是正多边形 那当然可以四边五边等等 好 再来是文字 文字的话先点一下 让文字产生出来 然后再来修改你要的内容 好 那这边中英文都可以挡 好 中英文都可以挡上去 这里 好 那中文的话 你就要挑中文字体 英文就挑英文 那如果中英文搭的话 你就要分别制作比较好了 好 那这边比如说 用正黑体 好 那我们在选字体的时候 可以把一个字体选择之后 然后在这里反白 然后滚动中间滚轮 好 那如果你按右键结束 这边就没有了 记得第二次以后修改要到哪里 modify 修改明白 好 那改字型比较快 就是把它反白之后 滚动滑鼠的中间滚轮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上下键 好 这个是改字体比较方便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字的大小 上面这个你就知道了 跟我的一样 斜体 底线 靠左 居中 靠右 左右 齐行 然后再来就是字的间距 再来就是行与行之间的行距 好 这个就是文字的修改参数 OK 再来下一个 这一个是蛋 这个蛋型在2013这个logo 跟之前这个同性也是一样的 它没有重新设计 所以这个两个长得一样 这是蛋 这是它2013新增的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拖一 它像一样 蛋一样 然后放开还有放开 蛋的厚度 好 那这个看你的情况 看你会用到就会蛮方便的 好 切换到修改面板 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长边 这是它的宽边 那那两个是同步的 那这个把它拿掉 它只有单条 这样就是双条 然后你可以控制内圈跟外圈的大小 跟它的倾斜转动 好 这是蛋的造型 好 再来是矩形 好 可以画出扁的或长的 那它决定就是长短两边 然后四个角落的导圆角 好 再来是椭圆 好 扁的或长的 一样是长短两边 然后 Outline打勾 它可以偏移出另外一条 就类似同行圆 但是它不是正圆 而是扁的 椭圆 好 以后需要这种造型 你就会想到 有这个本来基本物件就有了 就可以直接绘制 这个是同行圆 两个圆在同一个圆形上 这个就是正圆 那决定两个圆的半径 好 这很简单 然后再来是星星 好 星形 好 星形决定就是 外圆跟内圆的半径 然后星星有六边 你可以最少三边 然后再决定里面的最小 然后最多可以很多边 上限多少 一百 好 也可以调一下 然后我再多一点 然后再来这个是偏移 可以做内圈的扭转 好 还原 然后这个 内外我再大一点 然后下面这两个就是 星星 外围尖锐的地方 导圆角 然后这个是内圆 尖锐的地方导圆角 这样变成一个远古的齿轮 好 那这可以归零 好 那再来 我现在把它 做三边 然后里面小一点 然后再跟这两个做会合 不用W移动 然后放到这边 这样变成什么 Logo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个很快 我们做一下 这个对齐 用它对齐对齐 它 好 中心对中心三轴对齐 OK 中心中心有点跑掉 好 我们再换一下 用换这个过去好了 好 这个对齐 它 好 中心对中心三轴对齐 OK 哇 这样会跑掉 所以我们轴心对轴心 好 那顺便补充一下 对齐的话 就是可以开启对齐面板 那我现在需要轴心对轴心 那介绍一下 比较方便的对齐 是这个 用它对齐多一个闪电 闪电就是轴心对轴心而已 就对完就结束了 好 你看 快速对齐 轴心对轴心 就这样结束了 好 所以比较简单的对齐 快速对齐 那对齐的位置就是轴心对轴心 好 那你可以把这个 切换到修改面板 好 这个加大 然后这个加大 好 然后这样就变成简单的冰式logo 但是这个是线条 你要看到它就按Z 这是线条 那我提醒一下 线条在max里面是算不出来的 线条算不出来 那你如果要把这些线 变成立体的模型 那怎么办 再介绍一个修改器 好 这个修改器可以让2D变成3D 很简单的 好 你把这两个选取 好 我一个一个来好了 选这一个 好 到Modify这个地方 这里修改器 在这里按1开头的指令 这个功能叫Extrude 挤出 好 就挤出 它就会把线铺成面 然后你可以决定说 你要挤多高 就这样 所以2D就变3D 所以2D变3D 最简单的修改器就是挤出 把线直接挤出厚度 好 那这就是高度 那这边高度 给它6 好 我再做一次 外围这个也一样 要做几出 所以选到它 到修改面板 拉下修改器 选单 在这里按键盘上的1 就找到1开头的指令 好 那你刚才输入了6 然后再做一个挤出 然后再做一个挤出的话 它会套用刚才的设定值 好 这样简单的一个 冰式logo 也就完成 接着绘制下一个 那绘制下一个之前 我把这个挤出先关掉好了 因为大概我要有一个3D成型的 这个修改器 如果不要了就丢掉 那如果下次会再使用的话 就关掉 这样是关掉 这样是打开 好 那另外再讲一个好了 这一个修改器挤出 挤出我现在改这个 高度 高度改完了 那里面这个不会联动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还在改一次 它这样有点麻烦 所以如果这两个同时 是要挤一样的高度的话 那可以这样做 我先把这两个修改器丢掉 刚才执行我们是个别执行 那现在你也可以一起做 一起做 然后加修改器会不一样 一起加修改器 加1开头的include 好 这个修改器就变成粗体字 并且斜体字 又粗体又斜体 代表它们共用 所以我只要选一个 去修改 两个就会联动 所以如果要一起动的话 可以一起选一起做 所以以后你要分清 到底是一个 一次选一个做一个 还是一起选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斜体字代表共用 刚刚粗体字是连选多个 会变粗体字 选一个的话就变一般字体 但是是斜体的 好 那这个我一起关掉 所以就一起关闭了 好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螺旋线 那绘制螺旋线的时候 建议在透视图绘制 因为它是一个有立体的线条 在这边画比较看得到 好 一按住滑鼠左键不放定义底部大小 二定义高度 三定义上面的半径 四完成 好 这个是螺旋线 好 画完之后 右键结束 那修改它的话就到第二块 修改面板 好 这个是底部大小 底部半径 这上面的半径 然后这个是高度 这个是圈数 所以它变成一个弹簧 选到它 Z 会在你面前 没有选取按Z 可以看到全部 好 那我要专心编辑它 按Z 好 多按Z Z还有一个重新定位视角的功能 好 所以这个要长按Z键 然后 我希望它变成一个弹簧 所以上下半径 我设一样 譬如说 我现在设成50 它就变成弹簧 好 那这变立体 要用到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时候 这里就不能用挤出 用挤出可以变立体 但是它会变成薄片 这样 变成薄片 它就没有厚度 所以我这边提醒一下 有封闭的路径 挤出会变实体 那开放的路径 就是没有封闭的路径 挤出之后会变成薄片 它并没有厚度 那你要有厚度 我们还要再学其他的修改器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先 厘清这个概念 封闭的路径 只要挤出 就会变成实心的实体物件 那 开放的路径挤出会变成薄片 它并不是实体的 好 这个 厘清一下 这个基本的概念 好 这个是螺旋线 然后 那你可以决定上面大 还是上面小 然后决定完了之后 还可以决定圈数 还有另外一个叫偏移 可以决定说 上面比较 间距比较窄 还是比较大 这样变成相反 好 然后再来顺时针 逆时针 好 再来最后这个最后这个解释一下 但是用的不多 好 好 这个叫做截断面的曲线 它的功能是截取3D模型上面的剖面线 这个红色这个线就是它的断面的线 它可以把这断面线截取下来 偶尔还蛮好用的 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那截面它整个场景都会横截到 所以这个我不想横截到 所以我先关掉 好 那有时候你会拿到别人一些3D模型 我从这里画 3D模型可能拿到一栋建筑物 这样子 一栋建筑物 然后你想要 你想要取那一个 那一栋建筑物 二楼或者三楼的平面图 那你可以用横截面 你直接把这样建筑物的三楼五楼的平面图 截取出来 譬如说这是一栋建筑物好了 好 然后 看在这里 这样 然后我现在画这个 截断面曲线 这个平面呢 是虚拟的 然后这个平面会无限大延伸出去 场景当中 所有只要被这个虚拟平面碰到的 就会投影出一条黄色的线 在这里 好 那我现在拉高 好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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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一个 这个横截面会无限大延伸 然后只要被碰到的立体模型 就会投影出一个这个线 譬如说这是二楼或三楼 好 那我就是要这个楼层的平面图 然后就到修改面板 这边有一个create shape 截取出来 然后取个名字 黄色的线就变成另外一个实体的线条 OK 这边就变实体线条 那黄色线跟那个线重叠 我现在再把横截面拉开 你看多一个绿绿的那一条 那这个横端面不要你就丢掉 要的话你再继续截取下一条 这样 就多一条 好 这个楼层再截取一条 好 就这样 好 完了之后这个横截面就丢掉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 3D的我先扳开 好 我先把它扳开 我现在是取出这一栋建筑物 譬如说二楼啦 五楼 八楼的平面图 就这样被我截取出来 这个叫做截断面的曲线 它直接是截取三度空间里面模型 它针对这个模型投影出一条黄色的线 那这个线的位置如果是你要的 就到修改面板去create shape 建立线条 那这个线就会截取出来了 然后这个投影的平面也可以去旋转 旋转那个截面就不是平的 而是会有立体的斜度 当然这样用的几率倒是比较少 好 这个面会无限大延伸 截取出你要的 需要的就按create shape 那做完了就可以删掉 好 这个就是截断面曲线的用法 OK 标准的十二个基本线条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另外呢 还有五个延伸的特别线条 特殊线条 好 那那个特殊线条呢 在max2013它没有做图示 所以这边我也就没有把图示做出来 因为它的图示没有 它只有英文 英文跟这里看英文是一样的 所以就没有做了 好 好 建立面板 2D 刚才介绍的是标准里面的线条 十二个 就这里了 然后 这个 这个有机会再说 这个有bug 然后我们再看延伸的线条 五个 好 这五个我们玩一下 好 当外围这个导圆角导到过大的时候 它会间接影响到内部的圆角 那如果这个拿掉 那就只有一侧在做圆角 所以你可以做两侧不一样的半径 所以它的变化是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同心矩形 好 再来是 这个 好 再来是这个 这个是L型 好 L型的话一样决定是长短两边 然后 厚度 然后一样是 倒 圆角 然后要同步 就 勾 不同步 同步 然后这是另外一侧 好 这个是L型的 然后 再来是 I字型的 好 长 短两边 好 再来厚度 再来是 倒 圆角 那记得不要去交叉 交叉以后会有一些问题 好 再来是C字型的 然后一样是长短两边 然后再来就是 厚度 然后再来是 圆角 好 一样的意思 好 再来T T字型的 好 这里是长短两边 然后再来是 厚度 再来 圆角 好 以上这五个 这五个就是我们的延伸线条的概念 那尽量不要让线条有交叉的现象出现 好 同行举行L I C T 好 这五个延伸物件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线条的基本物件 它分成标准的12个 以及特殊线条的延伸线条 五种 好 那这基本的线条绘制的介绍 就讲到这里了 好